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洛芳美 很高兴跟各位在这里见面 我本身是学心理智商辅导的 我现在在美国提芬大学教书 今天很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个主题 叫做心不打烊 心不打烊 谈困境中的人生意义 我想各位应该猜得出来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主题吧 现在我们全世界 不管我们在哪里 我们都遇到同样一个困境 就是这个新冠状肺炎 它到处串流 到处害人 到处伤人 而且更惨的是 连踢到脚板你都不知道 你听到的都没有声音的 所以大家就很害怕 那美国也是这样子 所以在三月中以后呢 就开始推动 Stay Home Stay Home Stay Home 所以要大家没事留在家吧 所以我们学校也因为这样 跟着很多大学一样 我们就把学校改成网路教学 叫大家回家 在网路上课就好了 那对有些人来说 一开始听到这样的消息都很高兴啊 好啦 这下就都不用早起啦 学生也可以睡懒觉啊 但是才慢慢发现说 好像事实不是这样 好像就是你真的好像被关在家里了 因为餐厅也说不可以让人家去吃饭了 你可以去买 但是你不能去吃 然后亲朋好友们也鼓励你 不用到处串门 只好保持距离一侧安全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 好好的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 度过这样的困境呢 因为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智慧 所以我就想到说 嗯 我这本书里面呢 有一个学者 就是在我这本书里面的第十章 我介绍一个学者叫做法兰克 那法兰克呢 在这里我压一下 好 法兰克呢 他是从集中营里面被关了三年 然后他生存下来 走了出来 所以我在他的标题上面给他写说 叫做走出死因有谷的勇士 那我就觉得说 在这个时候呢 用法兰克的论点来跟各位分享 应该是时机还蛮不错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 那人家怎么说 人家怎么做 现在你在脸书啊 在那个line里面啊 大家也都会互相分享 那我不是说法兰克的方法最好 至少他是也是算是 有走过这样一段路程的一个前辈嘛 所以他的论点应该可以值得我们来思考 所以我就把他请出来 就做为我们今天主题的一个主角 这样可以吗 大家有没有兴趣呢 有兴趣我们就继续来聊下去 好 那这个法兰克呢 他是一个 我好像一直要移动 因为我发现太阳一直要照到我的脸 现在是黄昏 好 那我选择 我希望在我太阳还没下山之前 把这一段路好 所以不要说谈这样的主题 在一个很黑啊 我通常会在我的地下室 然后今天就在我的山路 好 那就是叫做玻璃屋吧 好 就可以看一下外面的天气还不错 但是太阳正要准备下山 那这个法兰克呢 他是犹太人 他是在 那个1905年3月26日 在犹太出生 在维也纳出生 是三个孩子中的老二 他很有意思的是说 他从小就对人很有兴趣 而且呢 对人生的意义特别的好奇 所以他每次醒来的时候 就会问一个问题 问他的父母 问长辈们 今天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甚至有时候还会问说 那死亡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 他的同学的妈妈 就每次听他这样讲 就会很有点嘲笑的意味说 You are a thinker 就说你真是一个思想家 不过他也真的是如此 他真的是很爱思考 而且很有条理的思考 所以他在那个1915年 他上初中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 因为他真的很想当 很想认识人 很想认识人是什么 所以他白天去训练那个初中 晚上他就去成人学校 念心学 不仅如此 他还跟这个心理学大师 弗洛伊德通信 那弗洛伊德还不错 都每次都会跟他回信 还把他写的文章 登到这个他们的心理分析 的学报里面去 所以就让这个弗洛伊德 让这个 法兰克对人的心理怎么回事 有更多的思考 那1924年 他进入维也纳大学 他就打算念医学院 然后要专攻这个精神科 好 所以他进去的时候呢 他不是说就乖乖的念书而已 他就开始把他这个论点 弄得更加的精确 而且这个时候他又认识了 那个佛洛伊德 那个阿德勒嘛 那阿德勒这个强调 人的自由 自选择的自由 就给他更多的想法 所以他就把这个概念 弄好以后 他发展自己成立一个学会 叫做医学心理学 学术协会 然后还邀请这个 佛洛伊德当他的理事 不过这里有一段插曲 就是说 因为后来他离开阿德勒 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他就没有聘阿德勒 当他理事 他就聘佛洛伊德 那因为他的理论发展得很好 而且他那个时候还成立辅导中心 帮助很多高中生 听说那时候很多高中生 每次学校发成绩站的时候 就很多人自杀 所以这个法兰克就用他的概念 然后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孩子 居然说 那整年自杀率是零 所以他就真的是很压抑 而且对他更加的敬佩 就把他跟阿德勒跟佛洛伊德 三个病称叫做他们是 维也纳的三支心理治疗学派 佛洛伊德 阿德勒跟法兰克 那你看他这样子一个 这么年轻就有成就的人 那我们会想象他以后应该就 灰黄腾达嘛 谁料到1937年啊 三月啊 希特勒就来了 就进攻维也纳了 进攻维也纳了 那你知道 因为他们希特勒的目的 就是要伤害犹太人嘛 所以这个那时候佛洛伊德 就是书也都被烧了 然后就后来被劝说 就离开维也纳 然后这个阿德勒也离开了 那这时候法兰克呢 他要不要走啊 他要不要逃啊 他后来这个就是说 希特勒进来的时候 他已经毕业了 他已经开始在职业了 但是因为希特勒进来 所以他医院也不能开了 所以他们就 政府就告诉他说 哎你就来这个 我在1940到1942 你就来这个医院 帮助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那时候 大家都很痛苦 自杀率很高 就跟他说你来做这个工作 你就可以免掉被抓进集中营 的那个苦难 所以他就去做 结果情况还是越来越糟嘛 因为他知道说日子不会好过了 嘿你知道这时候发生什么事吗 他收到签证 美国大使馆给他签证 说我们愿意救你 你赶快来美国吧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吗 问题是 这个签证只给他一个人 也就是说 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能来 那他有一个姐姐嘛 我们不是说他是家里的老中吗 中间吗 对不对 他的不能来 那他是一个很怜父母的人 所以他 他其实是蛮 心里蛮冲突的 因为他不想丢下父母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 突然看到他们家桌上摆了一罐石板 是他爸爸从犹太教堂捡过来的一个烧掉的石板 那上面用西伯来字 有写了一些字 他不太会西伯来文 所以他就问他爸爸说 这上面写些什么 他爸爸就说 这上面写说 当孝金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示的地上 得已长久 听到这样的话 你想 那个法兰克会做什么决定 因为他蛮相信命运的 所以他就说 好 那这个就是上帝要我留下来 所以他就留下来 然后认识这个弟弟 弟弟跟他结婚 他们是最后一批被许可 可以结婚的犹太人 但条件是他们不能有自己的小孩 他们不能有自己的小孩 所以他不久弟弟怀孕了 弟弟怀孕了 然后小孩就得堕胎 小孩就得堕胎 所以他就很难过 他在他写的一本书叫 听不到的 渴求医的哭声里面 他就说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 没有畜生的孩子 太阳一直要照我 所以我必须要躲我的太阳 来看一下 让这个 要战胜你们看得到 绿影带吗 好 我过来看这边这样 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对不起 跟太阳晒跑 OK 好 那 1942年 1942年 他们全家被关进集中营了 全家被关进集中营了 还是逃 还是躲不掉命运 所以1942年被关进去 然后他要被关进去之前呢 他已经写好一本书 叫做 医生和灵魂 医生和灵魂 那他就很 很 很 天真的想说 反正进集中营也没有干嘛 就被关起来而已 所以他就想说 我就把这个草稿戴着 好 所以他就把它 缝在他的外套 他想说 就把草稿戴着 然后 进去我就可以写 就没想到 他一进去的时候 他的外套被拿走了 所以外套被拿走的意思就是那一本书的草稿也没有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他才不久 他的小孩被要求堕胎 他已经很难过了 这下他的 他说这个叫他灵魂的孩子 也被 也被拿走了 他还是很痛苦 但是呢 后来他们丢给他一个那个死球的外套 他一抹 里面是一个祷告文 他就说 上帝 原来你是在挑战我如何活出我所说的人生的意义 对不对 因为知难 知意行难嘛 他说的很大声啊 很好听啊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进去不久呢 他哥哥去世了 他父亲也死掉了 母亲也被送到那个煤气室了 剩下他跟他太太 那本来人家给他太太一个工作 就是说 你就在这里当 在其中一个集中营里面当护士 那你就会有两年不会死掉 问题是 法兰克会被送到另外一个集中营 所以他太太就说 如果是这样 那不要 我要跟他去 结果要跟他去 是跟他去了 问题是 男女不能在同一个集中营里面 所以他们不久也被分开了 要分开的时候 法兰克很大声的对他太太说 蒂莉 不惜任何代价 想办法活下来 听到没有 不惜任何代价 然后就分开了 分开了 之后的三年里面呢 法兰克开始经历了 他的集中营的人生 才集中营人生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详细说到 但是有一个很主要的重点就是说 支持他活下去的其中一个理由 是因为他想要把他被夺走了那一本书写下来 所以这是他强调 人生要有意义就是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活下去 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要活下去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想要再见到他太太 是这样子 问题是他在1945年8月 他好不容易熬了下去 活了出来 他回到维也那时候听到他太太去世的消息 他真的是非常难过 有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会真的活不下去 因为这个是他活下去的理由之一 对不对 但是他还好 因为他知道说 如果我遇到这么多的苦难 应该是有什么事 希望我去做的 我有任务要完成这些任务 所以因为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努力活了下来 不仅把他的那个 灵魂与医师这本书写出来 他还花九天的时间 把他整个三年的这个集中营的经历 写出一本叫做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活出意乱 那这本书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人会遇到苦难 但是我们通常听到的苦难的故事 都是苦难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写集中营的故事里面 就是写痛苦啊 悲伤啊 但是他这本书里面 没有很多痛苦 不是很多没有很多悲伤 不是说他没有痛苦没有悲伤 而是他能够从另外一个观点去看 他这一段日子 所以他这一本书 Honey是非常的盛行 被翻译了很多种语言 然后他后来的日子里面 他一直到1997年才去世 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他就是到处去跟人家分享 他怎么度过他集中营的日子 他怎么度过他集中营的日子 我们不能说他是幸运的 他的幸运是因为他的努力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候 面对这种新冠状肺炎 这样一个痛苦的情况下 我觉得法兰克的故事 会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启发 所以我今天才把他请出来 当我们的男主角 大家有兴趣继续听下去吗 所以我们就来看就说 法兰克他这三年里面 被关了四个集中营 那他怎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度过他的人生 他这里提到说 他经历痛苦 他经历的这些痛苦 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承担的 是真的很痛苦的 但反过来想怎么样 这也是给他一个独特的机会 去学习承担自己的重大 我刚才提到反过来想 所以其实我也出过这一本书 叫做反过来想就对 这里面也是十二个故事里面 就是也是在分享 这些人怎么样能够在苦难里面 把他活出意义的故事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法兰克是怎么度过的呢 当然他一进去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他一进去的时候是什么 什么东西都被拿走了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被拿走了 但在他们拿走的东西 甚至把他头发都剃光了 让他知道 有一个东西绝对不会被拿走 是什么 这个啦 这个叫做思想 这个叫做精神的自由 这个叫精神的自由 所以他说 不会被夺走的是 spiritual freedom 精神的自由 他说这是人类最终的自由权 你可以选择怎么去面对你的环境 你可以选择如何应对你的环境 你有这样的自由 所以法兰克就发现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有一个叫做精神的自由 你觉得呢 你觉得你现在有精神的自由吗 当然有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精神的自由跟选择权 是什么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不会被夺走的 好 那你看这里的故事 我这里有提到的故事 就是说当他们进入集中营以后呢 他们外套被拿走了 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 头发都被剃光了 那这时候士兵就很讽刺的丢了一句话说 好了 现在你们什么都没有了 Good Now you have nothing 弗兰克这里心里想说 Yes I still have something 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我精神的自由 你们没办法拿走的 我不是 如果 只要我还有 知道如何反应 决定如何反应的自由 我就不会一无所有 你觉得呢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心灵的自由 是不会被环境限制的 不会被环境限制的 你看他这里一句话蛮好 只要有活下去的理由 就会有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这是完全在我们里面自己决定 就是说我们的能量 我们可以借着内在的能量来超越命运的安排 我们可以借着内在的能量来超越命运的安排 虽然我被规定要留在家里 但是我可以选择在家里是享受我的日子 你也可以选择在家里过的苦恼啊 过的忧郁啊 过的焦虑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在家里享受我的日子 你看哦 怎么享受呢 这个是法兰克用的一些方法 他怎么享受 第一个 他用他的好奇心跟惊喜去度过他的日子 用好奇跟惊喜 好 就是说 他身为一个医生 他又是一个精神意义治疗法的一个 创始人 所以他有很多对人的想象跟对人的好奇 所以他就很好奇 就是说 他虽然在这个集中营里面 他也是算是囚犯之一 但是他 他有自由 所以他就去看 大家怎么在这里面过日子 他不是告诉上帝说 原来你是要我在这里实现我的理论吗 所以他就看看大家怎么走过去 他就很好奇的说 好奇怪哦 我们九个人盖两条棉被 天气这么冷 啊怎么大家不会 大家怎么不会生病啊 另外的好奇是说 奇怪我们在这里 大家都没什么机会可以好好刷呀 怎么大家的牙龈都那么好啊 所以他就是类似这样一种好奇心 就让他每天都觉得 其实人生很有意思耶 人真的很有很有这种耐性耶 对不对 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而更刚强 是不是 OK 第二个他就说 有一个他的生存之道是幽默 幽默 他就说其实幽默是很重要的 幽默是增进我们求生意志一个重要的武器 就说尽管一天就是只有一两秒 都有助于我们从困境中提升事情 所以就是说当你在现在你必须要被留在家的情况下 不要失去幽默感 不要失去幽默感 他这里提到一两个他在那个 这个集中里面有趣故事 他说大家不是都整个毛都被剃光了吗 然后不是说 士兵说你什么都没有了吗 所以他们就大家互相自嘲说 对啊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也nothing to lose 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我们就剩下这一个光溜溜的身体 也没有毛了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逝去的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抄解一下 然后更有意思说 当他们开始洗澡 他们发现水是真的耶 所以他们洗的就很高兴 所以就说 在里面还可以还可以唱歌啊 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 然后他们用那个幽默来度过最无奈的日子 对不对 另外一种生存之道就是说 学习去享受去欣赏美丽的景观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 对不对 但是他们却给他们有机会享受外面 不是他们给的 因为本来就在那里嘛 对不对 你本来每天的日生日落 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你要不要每天蒸着你年轻去享受他 所以他就说 他说说经常在日出日落那么美丽的时候 他就看到他们的球友 每个人就焕出那个很美丽的眼神 很美丽的笑容 在享受人生的美景 甚至一个球友还说你看世界可以这么的美好 How beautiful the world could be 那平常我们太忙的时候哪有时间去享受美景啊 每天就进了出啊进了出了忙着工作对不对 那现在你每天都在家里了 那怎么样 好好的看日出 好好的看日落 这个是甚至下雨也好好的去欣赏 因为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是没有人可以夺走 这是实实在在的美景在那里 所以他就说很重要不要光看自己的苦楚 要用健康的眼睛去体会人生的意义 去用你健康的眼睛去欣赏美景 可以看到人生的意义 另外一个很重要他用来 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你有时候不要一直看自己 不要一直这么自愿自爱的 可以抽离自己一下 可以去想一下别人啊 当你想一下别人的时候 其实会让你过得更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关心别人嘛 你会有爱的感觉嘛 那他这里就说 有时候他在很痛苦的时候 他怎么办 他就想像说 想像我现在正在一个大讲堂里面 在演讲给很多人听 所以他就开始在讲他的演讲 他就说我开始在讲 我的集中营里面怎么过的 很快的一天一天就过去了 就有一天当他最后真的出来的时候 他在荷兰参加第一届国际心理会议上 就是在演讲这 他就说真的很有意思 我那时候就是在假装在讲这个演讲 现在居然这样在讲这个演讲 所以有时候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看这个冠青冠状这个是几百年一次了 我们刚好经历这样的历史 所以你以后还可以讲给你的子孙听 还可以讲给别人听 讲到我们怎么样在家里面过止止 所以像我现在是在家里上课 在家里吃饭在家里睡觉在家里玩在家里 所以开一下直播顺便上上课 也是满足一下可以讲话的需求 所以谢谢你们愿意听我讲话 好 所以呢 法兰克说 人生从来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你们看到这句话 Life is never lacking a meaning Life is never lacking a meaning 人生从来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看你怎么去定位 看你怎么去找 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讲到好几好几种方式了 那这里再具体一下讲到说 好 找到人生的意义有哪些管道 第一个就是创造 创造 所以很有意思提到这个YouTube 其实我本来是不会的 那因为为了要给学生上课嘛 我就摸索怎么做 所以我现在就 我在做这个录影 这个也是一种在创造嘛 对不对 创造一些成品嘛 那给我自己听嘛 那顺便分享各位 对不对 这个叫创造 所以可以从创造里面去找到人生的意义 就我会觉得 住在家里面没有那么无聊 因为我也可以录影啊 我也可以讲话呀 对不对 那法兰克也是啊 他不是要写那本灵魂与医生吗 医生与灵魂吗 那刚好他四十岁的生日的时候呢 他求有就送给他一只小铅笔头 你知道在里面有个小铅笔 就是很了不起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他捡到了一些 那个士兵丢掉的一些纸 这些就可以让他好好的活下去 你有没有想过啊 你家里有多少纸多少笔啊 所以你怎么能够不创作呢 所以他每次在很痛苦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来度过他的日子 这里有故事提到说 他有一次得了伤寒 那他知道说 如果他睡着他就会死掉 所以他就怎么样 他就赶快写 就是把他还记得 他的灵魂与医生 原来是写什么 现在怎么写 他就赶快再继续把他草稿写下去 就是用这样来度过 所以他就发现说 创造是一个可以度过 让你的人生过得有意义 特别在痛苦的时候 你可以用创造的方法 去制造一些东西 所以我现在发现 我的脸书里面很多我的脸油啊 也会趁这个机会啊 打毛线衣啊 织毛线袜啊 然后煮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或学跳舞啊 学钢琴啊 这个都是非常的好的方法 可以让你觉得这个日子 其实是可以过得有意义的 不必每天在那边受苦 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就很好 下面他说 像尼采说过的 一个人若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下去 就可以克服万难 用尽各种方法 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 我们就可以用各种方法 让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英文是说 he knows the why for his existence and will be able to bear almost anyhow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为什么躲在家里 是因为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不要到处去传染 对不对 然后呢 以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再继续过 我们原来在过的人生 你的好朋友 没有机会相聚的 就那时候再来相聚嘛 我们知道 如果那个是我们知道的why 那我们就知道说现在我们好好的在家里忍受暂时的这个叫做孤单是ok的 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可以从创造的价值里面找到人生意 所以有什么想做的想学的就好好就去学哦 好 那第二个是从从经验的价值中去体会人生的意义 经验 那他所谓的经验就是超越嘛 超越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超越自己去关心别人 超越自己去关心别人 他刚才有提到嘛 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想自己嘛 你就想别人 就想别人 然后他就说有时候我们不要只问说人生可以给我什么 你还可以问说我可以带给人生什么 他说其实你越多忘记自己 你就越多能够服务别人 而且会让你这次过得越来越好 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个冠状肺炎里面 我发现有一个好处是大家变得心里很柔软 心里变得很柔软 比较知道去关心别人 比较会去爱别人 常常我们在互相问安的时候就会说你还好吗 你要健康哦 你看这个是平常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我们只是说在口头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是从戏里面说出来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超越自己也可以让你自己比较能够抗拒 忍受痛苦 所以他们常 那个法兰克就说 当他在那个集中营里面 有人就跟他 就觉得说他们想自杀 不晓得为什么要活下去 法兰克就问他说 你还有谁在等你呢 你还有什么事情是你离开这里要做的 那就发现说 当有人跟他说 我还有我想 我想看我女儿 很久没看到我女儿了 我还有很多书要写的时候 这些人活下去的几率比较高 反而是那些就是说 我没什么好活 反正也没有人在等我的 这种人就很容易过世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 你要有 人生就是要有盼望 对不对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还可以从态度的价值 我们刚才提到说 你从创作 对不对 然后你从 第二个是从经验 那这个是说 从态度的价值里面 去感受到人生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勇敢的面对苦难 然后学习承担自己的重担 这苦难 就像法兰科他离开的时候 他不是听到他太太去世的消息吗 那他就很难过 那他很难过的时候 他他当然也可以说 那我怎么办 我跟着他走算了 但是他不是 他就说 如果一个人真的经历到这么多的苦难 我相信一定背后是有什么意义的 我应该是被赋予什么样的重任 所以我必须要去完成这个任务 就是因为这样的体会 所以他撑了下来 因为这样的体会 他撑了下来 我最近呢 因为我也是一个电视迷 所以我就很关心 我有知道说 我们台湾的那个刘真老师过世了 然后我也听到说 他的现成新农 走不出来 如果他听到法兰科这样的故事 应该可以给他一些鼓励 法兰科走了出来 为什么他走了出来 因为他要把他的灵魂跟医师 这本书写出来 之后他还用九天的时间 把他集中营的故事写出来 我们刚刚不提到说吗 活出人生的意义 所以因为这样他帮助了很多后来的人 所以他后来变得很有名 不是他刻意要变得很有名 是因为他这样的故事很值得学习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会请他去演讲 他写了很多的书 很重要一个概念 我很喜欢这个公式 你们看一下 这里是说 当人受苦的时候呢 那个蓝色的 当人受苦的时候呢 如果你没有找到意义 那这样的受苦就变成是绝望 就变成是绝望 反过来想 如果你的受苦中 你加上意义 你那样的受苦 就是变成是有意义的人生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受苦 不要再受苦 不要让自己的苦是白受的 如果你必须要受苦呢 你就要找到他的意义是什么 他说这里下面 这句 寻找人生意的意愿很重要 因为他具有生存的价值 寻找人生的意义 意愿很重要 那当然意愿是 意义是你要自己去寻找的 对不对 好 很重要就是说 人要能够从接受死亡的限制中 学会珍惜时光 我想我们人生难免也会生离死别 所以像我的妈妈过世 我的父亲也过世 不久以前我婆婆也过世了 那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让我们发现 人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能够每天活下来 每天有一口气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善用 这样的一口气 善用这样的人生 那法兰克也因为 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痛苦 你看他失去父亲母亲 哥哥 然后他的太太 他就一个他的妹妹 就因为他在希特勒来之前 他就逃走了 所以他还活下去 那其他人就过世了 那法兰克说 这些经历让他更多的成长 那他甚至说 唯有经历痛苦与死亡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所以这样一个体会 让他每天后来的人生里面 每天都很充实的过去 更重要他说 其实我们人也不要太小看自己 因为人其实有化悲伤为祝福的潜能 人有化悲伤为祝福的潜能 所以不要太小看自己 他相信我们可以把悲伤的经验 变成乐观 这个叫做悲伤中的祝福 这个叫悲伤中的祝福 所以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 不要太小看自己 不要想说自己撑不过去 你是撑得过去的 因为我们人有这样的潜能 这个叫做tragic artism tragic artism 所以人就是说 要把痛苦变为成就 让自己从那个 有时候我们就很自责啊 对方的过失是我的错啦 什么什么的 我们要脱离这样 才能够走出人生的意义 好 那简单的分享了一下 华兰克 当然他其故事还有很多 更精彩的 只是说我们就是 截取了一些要点 跟大家分享 那重点是说 我们现在人 我们现在不常常处在这个状况吗 我们对着 对着问号 对不对 我们就撑着这个问号 就像这个人一样 然后就问说 所以呢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人生是这样呢 我的答案 从我们法兰克的答案是说 只要你心不打烊 只要你心不打烊 你在这样 即使是这样的苦难的日子里面 你都可以能够有效的活下来 因为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 当你知道为什么要活的时候 你就会想尽办法克服万难的活下来 所以当你在说why的时候 你就问自己why not why not 我负有使命的 我负有使命的 我需要努力活下来 我才能够见证历史 更重要的是 法兰克跟我们分享 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时刻 每个现在都会成为不改变的过去 就你现在做的每件事情 都会成为你的历史 所以当你做的时候 你就要问自己说 我想让这个成为我的历史吗 如果你不想要 那就不要做 如果你想做就负责任 也就是说 当你明天看到你的昨天 是这样的时候 你就说我知道 我知道我那时候在做什么 It's ok 我知道 不要说啊 我怎么这样做 啊你要做的时候 就已经跟你讲了 你可以吗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 比如说啊 你晚上半夜的时候 你想吃一大 一大个大蛋糕 我就问你说 可以吗 这个你明天体重增加 一磅OK吗 OK啊 吃下去 不要明天量体重的时候 还骂自己 不用 如果那时候觉得是好的决定 就愿意负责任就好了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是我们人生的决定者 我们人生的决定者 所以你必须要 为自己的每一个时刻负责任 你可以决定 你这样的居家的日子 是要精彩的 还是要小极的 你可以自己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带着责任 来回答自己人生问题的 这样的使命来到世间的 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 问人生考题 你怎么样去回应这个考题 就是你怎么样 用你负责的态度 用你的人生 把它好好的过完 然后回答了 你可以交一份好考卷 你自己是重要的负责人 所以从这样来看来 结论来说 不管我们人生遇到的是 顺境还是女境 不管我们这个 新冠元怎么样来攻击我们 我们的心 绝对 不要打烊 我们的心绝对 不要打烊 因为只要我们的心 是不打烊的 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人生里面 看到新的意义 希望这样的分享 对各位有帮助 那这本书 再说一次 我的参考书 母就是我这本 这本书 刚才大家已经有看到了 对不对 这本书 拿相反的 这本书 所以有兴趣的人 可以再去好好的读它 然后呢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 蛮棒的故事 如果你有兴趣 就欢迎 可以去订购 欢迎收看 然后很有意思 这本书我发现 美国的Amazon 也有在卖哦 但是它是卖 那个电子版的书 好 所以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哦 那很抱歉 刚才因为太阳的关系 需要比一下 希望你不介意 好 那祝福各位身体健康 平安 愉快 那期望我们早日相见 拜拜